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八市英侯 台湾全家雷明的立法委员周年安 欢迎收看台湾公团 立法院虽然在2009年2月20号 开放了议事转播网络 随选视讯IVOD 让立法院的议政过程 在网络上透明化 可是还是有许多不是网军的公民 没有办法使用网络 特别是一些中高年龄层的人民 或是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居民 所以我主张设立国会直播电视频道 让立法院的议事透明化更加彻底 电视数位化汇流的时代已经来临 增加频道的困难度是相对减低 这个会期我们正在推动广电三法的修正 台联的主张无限闭载 有限100政策 国会频道也应该放进来 基本付费的无限闭载收费群组里 把原来立法院的议事网络随选视讯 透过无线有线电视的系统 更方便民众的收视需求 了解国会议员的问证 院会自然就是无条件的立即实况转播 至于各委员会的议事过程 依重要性影响层面来安排及时播出 同时间的其他委员会议事过程 再利用一天24小时 D-Live延时转播 这都是技术上可以克服的问题 重点是让攸关全民权益的 所有议事过程 都摊在没有经过剪辑的转播里 避免服贸审议的半分钟事件 一再重演 立法委员的问证 也必须受全民的检视 行政官员在立法院答询 也必须识问识答 再打太极拳 拖、推、拉的蒙混 也都难逃全民的法眼 有人会说 全天候24小时的国会频道 或许议事问证很无聊 收视率也不会高 效能也低 但是就像水沟下水道 它们绝对不会好看 味道也不会太香 可是你不能忽视它的实质功能 否则污水就会肆意 恶臭无比 国会电视频道就类似水沟下水道 让问证透明 不再预测 有它在 立法委员和行政官员是可以随时被人民立即检验的 政治发臭 淤色的机会也就会减少很多 除非那位政治人物的脸皮厚如城墙 所以国会议事透明化 太阳化 政治黑箱的死角也就会越小 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